欢迎来到X球炭 在这个频道,你降化身球炭 接下来的影片会呈现这个球员的表现 认不认同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 西天有志,186公分的身高,82公斤 垂直弹跳可以来到80公分 打点高度3米50,这边帮大家科普一下 男王的高度是2米43 等于你有一大半的身体是在王子的上面 2019年世界杯获得最佳副工奖 现在隶属于日本职业排球联赛最高等级V1的Jack Stink 如果你有看过排球少年的朋友 他就像牛肉和吉川的综合版 强大的腰波感配上120多公里的超级跳法 每次起跳都给人飞在天空的感觉 去年世界杯第四名之争 最后6分完全是靠西天的发球拿下的 多烦的角色 对于日本职业排球 最后8分的高度是一样 就像是一样的那样 在同样的小时 也就像这个大小时 一样的小时 最后8分的大小时 有很多小时 今年20歲的西天有志 18歲的時候就和許多成功的名人一樣 帶著高中生的身份破離加入Jack Stinks 創下過單場得分最高26分的記錄 在日本最高層級的排球聯賽簡稱V1 去年初賽27場,97局中攻擊成功率達到50.7% 平局每局的比賽可以靠攻擊拿到4.9分,並發出27顆S 今年到目前為止,才初賽23場比賽 85局中攻擊成功率突破到56.2% 平均每局靠攻擊得分更達到5.33分 更可怕的是還發出了45顆的S 這概念就像是你養了一隻皮卡丘 原本以為已經很夠用了,結果隔年進化成噴火龍 整個大開殺戒 在今年V1聯賽的得分榜上 新一色洋將的天下中,西天有志排在了第二位 攻擊成功率也排到了聯盟第三 這邊順便恭喜一下我們台灣的陳堅貞 在各項數據就打出了旅日以來在V1的生涯年 總之,西天有志的存在毫無疑問的 撼動了世界排球爭鋒的版圖 尤其今年接下來馬上要到來的東京奧運 究竟西天有志的天花板在哪? 是否會帶領日本隊再創一波排球高峰? 我們拭目以待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會繼續做出更多有關潛力求新的報導 X秋炭,我們下次再見